好的 欢迎楚梅还有Lisa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这两位年轻人 他们本身就是真正的这个年龄段 我知道你们是也都在团契成长服事 然后在YG4J的这个平台带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目 就是叫做信仰原作派 可不可以简单聊一下 你们一开始有这个idea 并且让你们一直可以坚持到现在 那个动力是什么 你们为什么想做这个节目 对我来说想要做这个事情 是我一些观察 就是因为我身边跟我同龄人 不管是姓主的还是不姓主的同龄人 有很多观察 我觉得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其实是面对有很多挑战的 就我们年轻人他们缺乏这个能力 或者缺乏这个想法 就是说想要用我们的信仰去处理这个生活中的所有的问题 因为生活的节奏太快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都是在被推着走 然后就是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思考 当时一开始想要做这个的时候 是说是一个是帮助大家发现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想要通过这个节目 首先去帮大家一些思考 接受一些圣经他们的价值观 然后希望能够让这样的 从生命中获得的这些教导 能够真正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对于真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这是一个对话式 这是一个讨论式的 在整个过程中是因为是同龄人 然后我们并不是一个教导 并不是一个想要交给大家一些事 20多岁我们其实每个人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 我们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一起来讨论各种的一个结论 比单方面被灌输 交给我们一些东西 首先一个是大家参与感更强 一个是另一个是没有特别的被灌输一些东西 会让大家更加的深刻 所以我觉得效果是还不错 另外就是跟我们的一些话题 都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找到的 其实都是跟我们生活的一些相关的 从一个这样的角度的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直接就业圣经当中 跟我们几千年前很难连累得到的一些人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参与感 或者说他们觉得会更有意思一些 跟我们的关系会更密切一些 但是最后我们一定是想要再回到生意的交往当中去的 希望大家能够讨论或者看完的时候 就说OK 我可以做一个改变 我对我的生活会有一个影响 会有一个这样的帮助 其实我的想法跟Lisa也是比较类似的 现在随着科技啊 还有各方面信息平台的发达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来源 比如说我自己比较常看的就是小红书啊这些 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是会看这些的 但是我觉得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信息是非常的有偏差的 就是他们会给现在的年轻人造成一些不正当的影响 就是会让他们把他们的世界观往一个比较极端的方面去发展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节目可以用我们站在一个基督徒的角度 去传达一个不同的声音一个不同的世界观 如果他们正在陷入这样的困境 希望可以把他们从这种比较偏差的角度里面 拉出来这个样子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困境 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我记得有几期包括这种body image 就是对自己身材的形象这种的认知 还有对于以后婚姻的认知 我觉得其实他们心里面有的人是有这样的需求想要去讨论的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在跟朋友闲聊的时候 或者说也有可能是找不到这样的人去聊这种事情 但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去表达或者去沟通的欲望 虽然我们的节目并不是直接的面对面跟他们的聊天 但是我觉得就通过我们在场的几个嘉宾去聊这样的话题 也是希望可以给他们带入这样聊天的环境 希望可以让他们有这方面的思考 就也借着我们的这些谈话 可以把自己以前心里面压抑的一些东西来释放出来 然后也对可能比以前没有特别细想过的东西 能够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非常好 这个信仰原作派过去大概有十多期吧 就是我看你们选择的topic还都是 应该说跟年轻人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 并且有一些话题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少去讲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body image就是身材的问题 但是你们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我感觉就会非常好 那做完这些节目啊 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同龄人的一些反馈 就是他们怎么看待这个节目 他们有没有觉得从里面得到一些帮助 我自己可能同龄人的反馈收到的比较少 但是我以前团企的辅导 他们都特别的喜欢这个节目 然后也会把它放给就是我之前的团企的同学们看 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同学们看了之后是会有很多的帮助 然后也会引发很多的思考 我这边同龄人 一个是在我们之前的校园团体 有很多很铁的就是一直在追的 我觉得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就是说有些废基督徒也有一些人在看 但是就说他们可能没有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但是他会跟我一些反馈 就是说你们的讨论是有意思的 这些话题我觉得是会让他们有一些思考 但是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 我觉得我们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最后我们带出的圣经教导 可能他们现在没有接受 但是我们的观点是很strong 因为我们的价值就在这里 就是给他们一个声音 就是让他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 以我们的perspective对于这些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看 我觉得是一个能够听到福音的机会 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做的另外一个初衷之一 就是说如果有非基督徒愿意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撒下一个福音的种子 有一个是告诉他们说 我们的价值和世界上人的价值偏差在哪里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 有可能对他们来说 如果他们觉得好在哪里 那我们会告诉他们说 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福音传播的一个机会 是吗 的 渾